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深呼吸 甚至不敢说话 苦不开言 今天有所好转 我觉得可以坐下来 说他人中半个小时 在夫人的坚决反对下 我还是坐下来 我们接着说 说楚安平之死 1957年楚安平被打成了右派 然后就复闲了 几乎就断绝了社会生活 在家看书 痒痒 倒也算安静 但是这份安静 一个文人的安静 到1966年 文化大命之初被彻底的打破 1966年 著名的红八月里面 和很多冤死 冤死的人一样 传凭人间蒸发 那我简要的回顾一下 这个红八月 1966年的8月8日 八戒十一中全会闭幕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无产纪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俗称这十六条 这十六条里的其中有一条 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去年吧 是吧 是吧 我记得我在网上 好像一个朋友还给我传来过 后来找不到 就是当时的原始的录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这个原始的录音 夏清老先生 那个全文播报 中国共产党 关于无产纪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十六条 八月八号出台 那么大命拉开了 这个这不是序幕了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全面的展开 那么在八月份之前 包括五十六通知 从二月提纲开始 到八月届十一中全会 经过几个轮回的这个博弈 几个回合的博弈 摩大命的这个阻力 刘邓鹏 以及北京市委 中宣部 等等这些个 所谓的这个独立王国 都被 都被 赶下了台 或者 都被批 或者 这个落花流水 春去 应该说 到八月八级十一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 发动之初的 所有的来自上层的主力 主力 基本上排除了 那么呢 文化大革命的这个 运动的方向和运动的这个目标 也就 清晰了 也就随之浮出了水面 上上下下 大家都知道了 这场文化大革命 斗争的矛头 是指向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有的走资派 就是说 按照毛主席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按照无产进行方大革命的 个决定 所说 所阐释的 这场运动的 这个 主要的方向 是 中国共产党党内 党内的那些 已经成为了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老子明白了 孩子们也跟着就都明白了 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 以清华大学中学红卫兵 清华大学府中的红卫兵 一番研讨 随即就结成了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 红卫兵这个名词不就是清华大学附中 包括张成志先生他们那时候 他们一起发明的 那么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 就率先起而造反 但是他们造反的目的 那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那不是说顺着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方向 和中央既定的文革的方向 去开展这场运动 他们要反其道而行止 他们不仅 矛头不指向所谓的走资派 而且是要保老子 要保老子 那么怎么保老子呢 运动已经起来了 怎么样把这个运动的大方向给他转移呢 怎么样打着红旗反红旗 眼看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 他们都已经 这个倒的倒 蛇的蛇 这个 失势的失势 自己的老子纷纷 一个个自己的老子也都岌岌可危 那么既然 处于守势 按照政治的基本原则 打不过你 我就加入你 是不是 好 成立了红卫兵 毛主席你也认可着这个组织了 宋彬彬呢 把这个红卫兵的这个秀标 已经给毛主席给林彪 给周恩来他们都带上了 于是他们就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包括黑五类在内的 老灰兵把他概括成为黑七类 就是除了帝富反坏右之外又加了两种人 一个是资本家第二个是黑帮分子 老灰兵 毛主席就指向了黑七类 以及黑七类的子女们 那么他们 一类的采用着打 砸 抢 抓 抄 杀 等等方式 这种恐怖的方式 满北京城大街小巷 制造混乱 从学校内部开始 中学到大学 从学校又蔓延到了全社会 大搞这种红色的恐怖 自己造武器 手拎皮带 狼牙棒 什么 通过这样的这个 打砸 抢 抓烧 插的方式 来干扰 整个运动的方向 那么整个八月份 一直到八月三十一号 或者说一直到九月五号 九月五号 中央文革小组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 要文斗不要武斗 算是把这个老红一兵的这场暴行 基本置之住了 并且还抓了一批人 抓了一批干部子弟 这个或长或短的 在公安部 过了几十天 后来 被江青区 把他们都放出来了 江青阿姨 他们的江青阿姨 去给他们做了讲话 台下哭 台上也哭 最后了 都让他们回了家了 一水的高干子弟 都是京城里的高干子弟 国字头的 都是国字头的 整个的红八 所有的红八月 红色恐怖的八月 那是 陈小鲁 是邓荣 是宋宾们 宋宾宾们 罪行累累 庆竹难输的时期 以陈小鲁 邓荣宋宾 为代表的这些老 逆兵们 在学校里 打校长 打老师 砸乱了他们口中的 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教育 体制还不过瘾 学校才多大地劲 干脆 把多余的这个荷尔蒙 经历 包括对这个 这个这个老子 岌岌可危的这种反反抗 都 投入到了这个 学校之外的社会上 老红玉冰 在社会上就开始了 所谓的破四旧 和许兴的 抄家 谁破四旧 谁砸四庙 批和上 这跟后来的造反派 有什么关系 而恰恰是后来的 所谓的造反派 在红八月里 都成了高干子弟的 棒下之贵 甚至是 他们私设的 公堂里的这个受神者 是他们私设的 监狱里的这个囚徒 包括快达父之流 这些人 整个的这个 这个红八月的这一段 这个这个 这个恐怖活动 最新的 比较全面的一个记载 大家去看 齐本宇的回忆录 那说的是非常详尽的 因为齐本宇 中央文革那时候 就是救火队 哪儿老红叶兵杀人了 哪儿老红叶兵 撕射风堂了 最后的爆出来了 那齐本宇 他们都是过去救人的 那就是 齐本宇包括说 比如说 汪文静 比如说东亚市场里 这个红叶兵在那里面 一些暴行 大家去看一看 看一看齐本宇回忆录 然后他们甚至 把这种恐怖活动 从北京成立 又蔓延到了郊区 各县 就在此间 在北京市主管政法的副市长万里 万里那时候是北京副市长 公安局给他管 万里那个时候 以万里为首的吧 还残存的当时旧市卫 那些这个北京市政府的领导 包括北京社公安局的一部分领导 对于老红叶兵的暴行 因为他们也是受冲击者 万里他们就是走资派 所以他们就干脆 对老红叶兵的这种暴行 采取了纵容 甚至是支持和协助 不仅是纵容的态度 甚至在实际行动上 去支持他们 去帮助他们 万里那个时候 这应该说关于文革的史料 你已经都可以确认的 这样的角色万里 通过电话给各官局 包括各官分局 包括各县的官局打招呼 然后各北京市县的官局 闻风而动 按照他们的指示 对红叶兵的各种暴行 给予了帮助配合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从北京城里 一直到北京城外 包括邓荣他们棍棒之下 死去的汴中云校长 包括大型灭门惨案在内 那么到八月底 北京市有上千的平民 就死在了这些老混云兵的棍棒 和钢鞭之下 甚至被公然的火埋了 其中发生在大兴县 针对所谓的武力分子的这个 当时叫黑武力 大规模的这个屠杀事件 那是最害人听闻的 造谣 先是造谣 从官网口传过来的话 说 毛毛 说是昌平县 说是昌平县 某个大队 说这个黑武力暴动 造反 大肆屠杀当地的平衡中 这个窑造出来之后 在大兴县就开始 到下面的各个公社 什么各个大队 然后就把一些什么平衡中农 所谓的什么骨干招过来 就说这个昌平发生这事 我们现在不能等他们动手 我们的心动手 就是这个 于是 从八月的二十七号 到八月的三十一号 这个大兴县 相关的各个派出所的民警 开始行动 向红卫兵提供了 自己管辖的片 这个管片内的 这个所谓的五类分子 黑五类分子的情况 然后甚至把一些所谓的 要么是真有 还是历史上曾经有过 还是子虚无有 编造出来的所谓的黑五类的 这些不法分子的不法行为 提供给红卫兵 和当地的这些造反派 那时候他不叫造反派 就跟红卫兵打成一片的这些 这些人 那尤其本地的这些人 听到了以后 那仇恨满腔了就 是不是啊 于是这个 几乎是一夜之间 几乎是一夜之间 除了个别的一些个 所谓大队也什么 还算清醒 没动作 绝大多数 都开始温风而动了 结果几十个大队 最后杀害了所谓的地妇 地主妇农 和他们的亲人家属 一共325人 最大的80岁 最小的才38天 其中有22户人家 最后被杀绝 以至于后来这个 77年78年什么的 共产党开始对他们 表表态度的时候 想给他们补偿点钱 都找不着这家人了 都杀绝了 这就是 骇人听闻 也是臭名昭著的 北京大兴的屠杀 直到中央文革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赶紧下来灭火 制止 才最后收起了他们各自的土豆 那么 包括城里 所谓的这七类分子 包括城外的所谓的地妇 在整个的这个 20多天的8月份 红8月的20多天时间里 多少人 不堪欺辱 没被杀 但奋而选择了自杀 就在这些老红卫兵的 这这这这这 暴虑之下 这其中就包括8月31号 被老红卫兵们羞辱后 自投太平湖的老手 大家算看啊 大兴这个惨案就发生在8月27号 8月27号到8月31号 老舍跳 他投太平湖就是8月31号 也是在这一同一天 8月31号 不堪被红卫兵 老红卫兵虐斗的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传主 这个楚安平 也在京西的青龙桥 跳了朝白河 自杀 但是楚安平这个跳河自杀 未果 未遂 因为河水太浅了呀 最后被救上来了 被救上 然后这个就联系在那 在九三的 九三学社 最后的就 找到九三学 九三学社 这那是已经 这被红卫兵给占领了 这红卫兵就跑到 这个 这个 青龙桥派出所吧 就到那 就把这个楚安平 就给取回来了 他给取回来了 取回来之后呢 就把他关在了 这个九三学社里面 这是八月三十一号 那么在那之后呢 楚安平日子肯定是不好过了 就 依旧不好过 何况你还自杀过 是不是 自决于人民嘛 是吧 那么到了十月份 说楚安平 这红卫兵又来找他 哭 哭哭哭的敲门 说这个 楚安平 听到红卫兵又来了 跳了后窗 就逃跑了 逃之夭夭 第二天早上 跟楚安平 过从相对来说 比较紧密的 有一个朋友 是原来这个国民党军的一个将领 叫李如苍 早晨起来的时候 在家门口的门底下 就看到了一张 纸条 打开一看 这纸条一看的字 是楚安平字 纸条有一句话 如苍兄 我走了 楚 就这七个字 从此 楚安平 人间蒸发 一直到今天 谁也不知道 楚安平 后来的楚安平 生不见人 死不见世 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给了他 比京城公安局给他下了死亡的结论的时候 那也是 这 就是 这多少年了 66年 76年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死不见世之后的一个死亡的结论 一个死亡的结论 就在楚安华 楚安华来澳大利亚流血 这个把山下上飞机了 在首租机场 然后这个追上 把这个死亡证明交给了楚安 这就是楚安华 说你爸爸的死亡结论下来了 这个太黑色了 那一幕太黑色了 那么楚安平是死是活 一直到今天为止 也是众说纷约 中国的新闻界 这个祖宗辈的人也算是 徐祝成 徐祝成曾经写文章 说这个楚安平 从北京 跑了之后跑到了天津 然后呢 从天津 又走到了唐沽 然后呢 倒海而死 说投海 徐祝成言之凿凿的 写下来过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说楚安平从北京 逃出了之后 这个千辛万苦 一路南下 这个回到了这个老家 就是江苏 在江苏的一座寺庙里面 归一了佛祖 临下隐居 从此不认人间 这是关于楚安平 下落的第二种说法 还有更离谱的 这个戏剧家吴祖光 西凤霞子老公 吴祖光 说有一个老作家 到美国去访问去 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里面 真真切切的 见到了楚安平 就说楚安平从北京逃跑了之后 怎么辗转反侧 自己去了美国 偷渡去了美国 这是关于楚安平下落的第三种说法 但都坐不实 是不是都坐不实 那么后来 一两年了之后 这个周安来曾经下令 由公安部和统战部 相关的这个部门 组成了楚安平的专案组 康生不也找了 找楚安平了 周安来下令 搞了个专案组 在全国范围内 查找楚安平的这个下落 就扩大到全国了 结果找了整整两年 无鸡而终 无果而终 无果而终 楚安平成了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成千古之名 后来又冒出一说法 说北京的有一个 离醉修的一个老师 姓孙 说这个孙老师透露 说他有一个好姐妹 这个好姐妹叫四妹 叫四妹 说因为这个四妹有历史问题 所以呢就是 汪大明之前的时候呢 就是就在北京这个街道小厂当会计 然后呢 不怎么就认识了这个打成 被打成右派的这个传评 然后两个人就传评那时候 这个二婚的这个夫人 这边也跑了 跟这个 这脑子是有点 易银仙 这个女的 叫易银仙 楚安平的二婚的太太 叫易银仙 易银仙 后来这个 楚安平当了右派之后 我这不 沦落了 我这不 这易银仙女士就 嫁给了这个宋西连 宋西国军中将宋西连 然后这个 还有说吧 还有甚至说这个 和这个楚安平没离婚之前 就已经跟宋西连在一起了 就已经在一起了 那么呢 就是易女士也离他而去 然后截然一身的这个楚安平 就认识了这个 这个四妹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感情出的还挺深 这个苏老师 你就说这个四妹了解实情 说这个四妹跟他讲 说楚安平 他们说的不对 说楚安平啊 就是被红衣兵给活活的打死 对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很难采信 很难采信 这个 没有不透风的强 他只要不是被一个红衣兵给打死 像汴仲云校长 包括邓荣在内的那么多这个学生红衣兵 到现在为止 这真相越来越清晰了 是不是 那些凶手们一个个都现出了原型 为什么 因为是群欧吧 那么我相信 这个打楚安平 即使有红衣兵打楚安平 他也不是一个怀 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当时众美窥窥窥下发生的事情 事后肯定会有人出来 就这件事情发生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人 说他见过楚安平被药兵打死的 这个 这个 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有的孙老师 转达的什么四位的 这个什么 这个说法 说被药兵打死 这有点口头 商商人学的这个味道 采群 学的是商商人学的一套路 不足为信 不足为信 这就是一代文人 一代书生的 楚安平的人生的结局 无论是怎么说吧 就从他给李如仓的这个条子来看 这个出走 蒸发或者自杀 这是楚安平自己的决定 决然的决定 那么楚安平 为什么如此的决然 如此的万念俱灰呢 此前还有过一次跳河自杀 为什么如此决然 就是因为他万念俱灰 除了反右 当了大右派之后 自己声名俱列 然后呢 这个 今年累月 思想精神负担过重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 楚安平 到66年那个时候 或者是早在 50年代末 他 破碎了家庭 和随着 破碎 家庭而来的 他破碎了感情生活 而破碎的感情生活 既包括他和他夫人 两人夫人的感情生活 也包括 他和自己三男一女的 这个父子 父女 之间的感情生活 都碎了 所以 所以 楚安平 人间蒸发 明天 楚安平 我们说的最后一节 说说 楚安平的感情生活 我们看看 这一节 书生 在情场 和在家庭里面是怎么做丈夫 怎么做父亲 一样很令人 炸蛇 甚至很难令 很难令 礼遇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明天 如果我这个 伤势 不加重的话 我们 明日晚 见 谢谢大家 跟毛主席 说再见 嗯